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考的考题 他说有一个肥皂的厂商想要推出一种新产品 在上市前用不同的单价X 单位是10元 调查市场的需求Y 单位是万和 调查的结果如下 好 然后他要问X跟Y的相关系数 最接近下列哪一个选项 好 请同学把题目看清楚 那么请同学先思考一下 面对这样的题目的已知条件 我们应该要来选择哪一个公式呢 好 那么我们从他题目的线索告诉我们 这些XY的数据资料 所以我想同学可能已经想到 我们应该要选择第三个公式 就是这样子 分子呢 是SIGMAI等于1到N XI-μx乘上YI-μy 也就是离均差相乘机的总和 那分子呢 是SIGMAI等于1到N XI-μx的平方 乘上SIGMAI等于1到N YI减掉μy的平方 也就是呢 分母呢 其实是XY变数的离均差的平方和 X的跟Y的把它乘起来 好 那看到这样的题目呢 首先我们一定还是要先把 它的平均数算出来 我们可以得到X的平均数呢 是10 还有呢 需求的平均数 μy呢 也是10 好 那接下来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是可以透过 表格化的方式来处理 好 我们把μx跟μy写在最右边 然后一样 去算出它的离均差 好 然后把离均差把它相乘起来 就可以得到 负2乘以1 就可以得到负2 然后呢 依此类推 负1乘以2 是负2 这样子 可以把所有的离均差的成绩 把它算出来 好 那它的总和呢 是这个负8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分值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 这个离均差的平方 把对应的平方呢 数字也算出来 然后把它的总和 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行 是Y的离均差的平方 好 对应的值呢 我们也把它算出来 它的总和呢 写在这里 好 那这三个元素 其实就是我们相关系数的分子 还有分母 所以我们看出来 相关系数的分子 算出来是负8 它的分母呢 这个离均差平方的和呢 分别都是10 10 所以我们把它带到相关系数的公式里面去 分子的地方是负8 这个呢 分母的地方是10 这边呢 Y的离均差平方也是10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相关系数 就可以等于呢 根号10 乘以十分之负8 就等于负的十分之八 也等于负的五分之四 所以呢 我们要选的选项呢 是一选项 这样是不是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有感觉的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立体9 相关系数4 好 这个呢 也是一体联考的考题 哇 题目有点长哦 各位同学要仔细的阅读 他说呢 调查某个国家 一年内五个地区的香烟消费量 跟肺癌之相关性 得到的数据为XIYI 其中呢 变数X 表示每人每年香烟的消费量 单位是10包 Y呢 表示每10万人 死于肺癌的人数 好 他现在得到一些计算呢 得到一些数值 有五项 各位仔细看 有SIGMA XI SIGMA XI平方 SIGMA XIYI SIGMA YI SIGMA YI平方 他给你这五项的数值 然后呢 要你去求 X跟Y的相关系数 这是99年 数以的考题 各位同学 看到这个题目里面 你有没有想到 那应该选择相关系数的 哪一个公式呢 哦 老师听到了 没错 我们现在的线索呢 是知道这五项 所以呢 你应该要选择 第四个公式 第四个公式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SIGMA XIYI 已知 还有呢 SIGMA XI平方 也已知 SIGMA YI平方 也已知 所以呢 你可以想一想 看起来很像有点复杂 它其实给你了 很多的条件 所以你到最后要算的 只有知道N MUX跟MUY 是不是就可以把相关系数 算出来的呢 所以同学 你不要紧张 听到老师这样分析完以后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题目 其实呢 它很简单 就可以算出来 好 你只要算出MUX 是27 MUY是21 好 然后呢 再把它带到 这个呢 相关系数的公式里面 配合上 刚才知道的这五个数据 好 你就分别把它带进去 SIGMA XIYI是2842 5倍的MUX是 5倍次于27次于21 好 这样来去做计算 好 分母也是一样 这样把它带进去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 老师把它写得详细一点 你这样把它盛开以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 相关系数R 就是等于 根号14 乘以根号7分之7 其实呢 算出来就是8分之7 就会等于0.875 所以同学 经过这几个立体的淬炼 我想呢 同学们已经更深刻的了解到 这四个公式 如何去应用 对应到呢 适当的题目的题杆里面 我想如果同学 你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呢 可以重新再看一次这个影片 来加深呢 你对这边的了解跟掌握 好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进行下面一个 散布图的相关性 我们回来复习一下 散布图呢 是呈现两个变数之间 关联的方向 形式 还有强度 当点的分布呢 很接近直线的时候呢 相关性就很强 然后呢 当点在直线的附近 散布很广时呢 相关性就会比较弱 好 这边老师来设计一个题目 希望同学呢 从散布图里面 来回答出 相关性的相关问题 好 第一题呢 我这边有四个图 第一小题 请各位排出相关强度 强弱的次序 由强到弱 第二题 请同学排出相关系数 大小的次序 由大到小 从这个四个题目里面 四个题目所对应的图里面来看 好 同学 有看清楚了吗 还是你知道它的强弱跟大小 要怎么样来区别 好 各位仔细思考一下 好 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看相关强度的强弱 相关强度的强弱的决定呢 刚才前面讲过 只要它的点呢 越接近回归直线的时候 它的相关程度呢 就会越强 反之就会越弱 还有呢 你的点呢 如果呢 分布是成一条水平线的时候 表示一个变数的变化 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变数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两个变数为零相关 就是说它是没有线性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这四个散步图 来看看它相关强度的强弱次序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 这个C完全都在一条直线上 虽然它的斜力是负的 但是它的相关性就会最强 那A呢 也比较密集 所以它是第二强 B的分布呢 又更广 所以又更弱 D的话呢 它是水平线 所以它是零相关 所以呢 由强倒作的顺序 就是CABD 好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 相关系数的大小 诶 有的同学就说 老师 这有什么差别吗 相关系数的话 因为它会借在 负1到1之间 它有正 有负 所以比较大小呢 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一个 一个散步图来看 我们先来看A这个散步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点呢 它的分布上面呢 它的回归直线的斜率 是正的 所以这两个变数是正相关 所以它的相关系数呢 应该会借在0到1之间 好 那我们再来看B B的话呢 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 负相关 所以它的相关系数呢 应该会借在 负1到0之间 接下来C 它的点呢 都在一条斜率为负的 直线上 所以它的相关系数 应该是多少呢 对 有同学答对了 它的相关系数 应该是负1 它是一个完全负相关 好 那D呢 是一个水平线 所以它是一个0相关 相关系数为0 好 同学 当我们把它的正负 通通呢 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RA是大于0 RB呢 是小于0 大于负1 RC是等于负1 RD是等于0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 相关系数 由大到小的顺序 应该是 A D B C 跟刚才的强弱 不一样哦 好 其实呢 两个变数当中 直线相关的强度 其实呢 也可以透过相关系数来看 它其实可以由相关系数 这个呢 绝对值的大小来决定 当R的绝对值 越靠近1的时候 就表示 直线相关性就会越强 当R的绝对值 越靠近0的时候 就表示 直线的相关性越弱 所以同学们可以重新 去检视前面的散布图 就可以看出它的答案哦 好 各位同学 好 我们呢 从前面那一节 跟这一节呢 其实呢 都是要学习相关系数的四个公式 跟它对应的提醒 还有呢 各位同学要学习从散布图里面 来判断它的这个相关系数的大小 还有相关性的强弱等问题 这个呢 这个呢 在我们学习二维数据分析上面 都非常的重要 请同学们呢 可以呢 如果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重新 再看一次 越来越复习 你要把这四个相关系数的公式 当成是 你的好朋友 去了解它 学习它的脉络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天你在联考上面 你遇到题目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你一个有力的助手 会助你一倍之力 考试成功哦